大家好啊 终于到了六月玩什么的时间了 我猜呀 你们肯定得说了 我七月八月九月 往后这几个月 全玩赛尔达 确实这么说也没毛病 但是我们赛岩社 今天就必须得唱反调了 因为这游戏它实在太卷了 瞅瞅别人这高达机甲核电站的 我这好不容易造个车 一启动 刚才是惯例开玩笑啊 相比上个月的众星捧月 六月的游戏阵容 那绝对可以说是三体降临 从街头挨揍到鬼气换皮 再到经久不衰的刷刷刷 剩下的游戏也都有着独特的卖点 整体绝对是相当丰富了 还有一件事 本月恰逢游言社七周年 大家不妨献上一键三连 咱们联手就是十全十美 后半年那必然是风调雨顺 心心念念每天等着播片 结果八爷唱的主题曲一出来 确实是有点没绷住 倒不是唱得不好听 和人气歌手合作也能理解 但是中世纪黑暗题材配上八爷的曲子 味道总归是怪怪的 硬要形容的话 有一种披萨搭寿司那感觉 不过吐槽归吐槽 整体看来最终幻想十六还是稳的 开发团队方面 由最终幻想十四的导演小吉田植树担任制作人 高景浩担任总监 组监郑庆负责配乐 灵狐估计担任本地化总监 可以说隔壁十四组的老熟人全都过来了 其中高景浩不仅负责过十四的开发 也曾担任过游戏最后的神迹的导演 为了更加亲民 本作玩法采用及时动作制 并请来了鬼七四与鬼七五的战斗总监 灵木梁太 从之前的媒体线下试玩体验来说 将比于原作的半及时回合制 虽然失去了一定的策略性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字 爽 就算刮杀那也很爽 从中还可以看到不少鬼气战斗的影子 当然 动作苦手或是只想看剧情的玩家 也不用担心体验会受到影响 FF16这次提供了类似于猎天使魔女的辅助战斗装备 根据自己的需要 可以选择佩戴不同功能的戒指 获得诸如自动连招 自动闪避 自动喝药等外挂技能 大幅降低战斗难度 专注于剧情体验 本作最亮眼的应该就是召唤兽对战系统 玩家将化身系列经典的召唤兽 与其他势力的召唤兽战斗 操作只有几个按键 难度并不算高 但是每场战斗的演出和操作 都会根据召唤兽的不同 有很大变化 每次都是新的体验 虽然游戏22号才发售 但是之前官方还会提供试玩版本 制作组也曾表示游戏稳得不行 根本不需要手日补丁 预防针打了一层又一层 这 总不会翻车了吧 提到制作人巧州 可能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 是逆转裁判系列 其实他在2010年发布过 另一款虽然人气不如逆转裁判 但是同样凝聚了他个人风格的作品 幽灵诡计 我不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我在哪 我只知道我挂了 主角一上来就变成了鬼魂形态 而且魂魄明天早上就会交散 玩家需要利用死者的力量 附身尸体穿越回尸体死亡前的4分钟 操作物品改变未来 场景不大 但是巧州做到了每一个道具的物尽其用 一环套一环逐渐解开谜题 对于喜欢解谜类游戏的玩家 玩下来一定是酣畅淋漓的体验 不过毕竟是13年前的老游戏了 虽然本身画面风格足够独特 清晰不清晰影响也不大 但是甭管折腾正版还是折腾模拟器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好消息是 这个月就能玩到重制版了 除了高清的画面以外 负责大逆转裁判BGM的人气作曲家 北川宝昌 对原版乐曲进行了完全同步编曲 玩家可以在不中断歌曲的情况下 在两个版本间切换 此外 还有额外的插画集和BGM集可以用来收藏 喜欢逆转裁判的玩家 这次体验一下幽灵轨迹准没错 老粉丝也可以放心买买买 万一什么时候就能出二了呢 战地发布战地拉 战地拉完使命拉 全都拉完光环拉 前几年几位IPS老字号 可以说是一个赛一个的不思进取 在比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042最近虽然更新了不少 把口碑稍微拉回了一点 但是第二年计票迟迟没有消息 又开始在艰难的决定边缘摩擦 玩什么呢 这个月发售的Better Beat Remastered 是一款低多边型风格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 单凭未转变者一样的画面截图很难想象 这游戏的实际体验有多丝滑 游戏支持最多254名玩家 在一个巨大的战场上 使用地面车辆 船只和空中支援进行战斗 游戏的破坏系统更贴近叛逆连队 几乎地图上的所有元素都可以被摧毁 根据自己的需求重塑战场 此外 熟悉的五个兵种 枪械的自定义配件 简单来说 隔壁战地有的它基本都有 战地没有的它也有 游戏里增加了不少战术选项 比如 在队友倒地后可以拖动伤员 不需要再冒着枪林弹雨救援 地图分为白天和晚上两个时段 在夜间没有灯光 基本上是伸手不见五指 可以选择佩戴夜视仪 佩戴的动画和音效有模有样 游戏之前一直在做服务器测试 偶尔开放一次服务器 这个月将会正式推出 可以来感受一下抛弃画面的纯粹射击游戏 记忆避蓝幻想 避蓝航线 蔚蓝档案 蓝自卑 这个月又多了一个新成员 蓝色协议 万代南梦宫旗下大型多人在线游戏蓝色协议 确定将于6月14日正式启动运营 蓝色协议的诞生也是相当坎坷了 不仅公测时间跳票 就连内测也是跳了又跳 不过这个月总算是等到头了 蓝色协议是由万代南梦宫旗下的制作组 Project Blue Sky开发的MMO JRPG 本作采用虚幻4引擎开发 主打一个二次元三选二 画面上可以看到不少自家刀剑神域系列的影子 本作没有明显的战法木系统 除了守护战士这种明显看起来是坦克的职业以外 其他几种职业则更像是偏向不同功能的输出职业 例如射手输出之余 还可以提供团队辅助效果 后排的法师输出技能更多 则更加贴近传统的输出远程职业 玩家在游戏中可以自由切换职业 地图中的副本打boss看起来有点共斗那意思 奖励将根据玩家的贡献分配 公平是挺公平的 不过实际体验下来则更偏向于各打各的 类似刀剑神域中那种合力击败强敌的体验 等到了高难迷宫副本里应该会有所体现 目前来说 本作的亮点主要在于优秀的动画演出 战斗打击感还差点意思 体验有待打磨 任务方面就有点复古了 东边打两只狼 西渊打四只鸟的重复流程 估计会劝退不少人 此外游戏会先登录PC平台 后续还将推出PS5 XXXXSS版本 毕竟难得出个MMO 还是二次元 总得试试 街霸6这个月我们可没少聊 菜归菜 热爱 还是热爱 格斗游戏想创新确实不容易 街霸6不仅做到了 做得还很好 开放世界加打架斗殴 不是人中之龙 而是人中之龙 新加入的单人模式 环球游历是本作主打的内容 玩家需要创建一位虚拟角色 亲自走上街头 与街霸系列的传奇格斗家们相遇 并向他们拜师学艺 从一个该溜子 一步步成长为最强格斗家 环球游历可以看作是一个大型的新手教学 让你在探索世界 体验剧情的同时 潜移默化地学习格斗游戏的基础 并初步掌握各个角色的玩法 这比在练习场上打木桩要有趣得多 针对新手以及手柄玩家 卡普空这次加入了现代操作模式 攻击剑从六剑变为三剑 配合方向剑一剑出招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发不出生龙拳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发出了生龙又能怎么地 不还是被老鸟各种揍 确实 俗话说的好 新人玩格斗扛不过三天 实在懒得练 那就可以直接开启动感模式 一剑连招智能防反 这又有人说了 这也太无脑了吧 还真不是 这里也有门道 也是结合角色特性 和实际的距离来调整按键 嘿 这打着打着 新人也体验到胜利的乐趣了 可以说 老鸟只要看见你选动感模式 那也是心头一紧 没手机这梗也玩了好几年了 玩来玩去把暴雪都玩出中国了 爽先锋2的PVE饼也烂在了锅里 一套烂活接一套烂活 搞得是一点盼头也没有 不过这个月发售的暗黑4 着实算是往上拉了暴雪一把 与前作不朽 啊不是 暗黑3不同的是 暗黑破坏神4 这次回归了二代那种黑暗的风格 不少暗黑系列的老粉丝都感叹 这次算是对味了 地图方面也有比较大的改动 暗黑4之前那种分开的区域 都结合到了一起 改成了大地图开放世界的形式 在地图上有时会出现随机事件 可以和同一个服务器的 其他玩家合作完成任务 这种萍水相逢的合作模式 比起强制组队要友好不少 同时虽然游戏的地图变大了 也不用太担心跑腿费劲 这次新加入了作息系统 节省了耽误在路程上的时间 在角色战斗方面 这一次的暗黑4 虽然主动技能比前作少了一些 但是重新捡起了符文之语和技能术 整体上运用的是 二代类似的BD构筑 同时也没有忘记 三代的职业专精系统 深度增加了不是一星半点 之前开放的测试里 虽然有着一些 像是AI战斗方面的小问题 但不影响整体的素质 游戏的售价保持到了 现在3A作品的水平 不过掰手指头算算 注重Endgame体验的暗黑4 卖这个价格 性价比还算高了不少 上个月我们玩到了 逃生的新作《试炼》 尽管还在EA阶段 但其良好的游戏性和惊人的优化 获得了玩家们的一致好评 就算是野排拉俩队友 也可以获得很好的游戏体验 不过好玩是挺好玩 但试炼相比其正传 缺少了一些追逐战的紧张刺激 以及故事背后 让人细思极恐的感觉 而且恐怖游戏这个类型 人已多 那就成团剑了 吓人是不可能吓人的 那么 在这个炎肉的夏天 有没有一款游戏 真正能让玩家 重拾极北发凉的快感呢 诶 你看 层层恐惧 这不就来了吗 该系列也广为恐怖游戏玩家们所熟知 在惊悚 线性的游戏体验之外 还使用碎片化的信息 讲述着恐怖背后的悲惨故事 这一次的新作命名 没有加上第三作的序号 除了冥冥之中 那个男人给予的影响 主要还是因为本作是系列的极大成者 一方面是隐情的改变 有了虚幻无引擎的加持 画面的升级可谓是突飞猛进 另一方面是游戏内容的整合 新作收入了前两作的所有正传和DLC内容 也新加入了作家的故事 从demo和放出的一些预告片段可以得知 新故事也会以家庭、家人为核心 制作组还表示 三个故事将会通过新的机制 融会交织在一起 玩家将可以无缝地深入到每个主角的内心世界 直面心魔 从破碎的线索中揭开他们的过去 并通过各种选择改变未来 是谁在海边的小木屋里 原来是大夫和他的朋友们 这里是他们经营的一家海湾餐厅 我们的主角是一名潜水员 作为餐厅的中间力量 他白天下海捕鱼 晚上端茶倒水 享受着宁静祥和的996生活 游戏虽然是像素风格 画面却是很精致 3D效果也不错 各种细节满满 至少在抢先体验的十几个小时流程中 内容很是充实 不会感到枯燥 经常性地出现各种小游戏 以及剧情中的过场动画 都让人眼前一亮 本月游戏的正式版将会上线 游戏的评价到现在依然是97%好评如潮 丰富的内容 80块的售价 买了绝对不亏 好的 咱们本期的有声部分就先到这里了 说实话 这个月的东西是真不少 不过险于篇幅原因 部分游戏 咱们就放到无声部分展示了 下方6月中结 希望咱们节目的观众 能永远保持一颗童心 享受游戏 最后 祝各位6月玩的开心 下个月的有声部分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that code to get inside The code is 3-1-1-2-1-2 All right, Ash, where do I need to go? You're moving to the kitchen Guess what? It's crime o'clock That's odd, my watch says otherwise I meant the puzzle exploration game Anyway, there's no time to waste You've got over 40 cases to solve across time and space But where, or I guess when, do I even begin? Elementary, my dear Andrew Look at your map, there are lots of... Let's g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